主席 所以今天魏环委员会特别来处理这件事 处理这个和如心融会的时候的一些处置状况 那么你在这个报告里面 我相信是你的报告里面特别应该提到了 WHO的一个报告 首先就评估而言 WHO的这个报告 对于Health Assessment的这个报告呢 到底它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我们详细可不可以请国政局的组长来报告 好 请说 世界卫生组织 针对那个辅导事件的一个报告 它是采取一个比较保守 就是尽量避免低估的 对健康风险的一个影响的方式 来做一个那个就是评估这样子 所以它得到了一个报告 你认为是会让社会恐慌还是不会恐慌 它的报告的结果 它采取一个conservative 非常保守的一个估计的态度 那么根据它的报告里面讲说 它故意呢 在这个苏山区的这个搬迁后发生的事故 要四个月 事实上发生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担心的是一天之内大家要跑走了 事实上以福岛那时候 最慢搬迁的那两个那个 就是就是范童 浪江丁跟那个就是 童童范广春 两个他们是大概在一个多月的时候 那个搬迁里 不过它是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 就是四个月 那我们台湾如果发生这个类似的融合事件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这样子一个搬迁计划 我们会在多少天之内搬迁 这个我们就是由那个原委会那边 他会有一个那个就是发布 待会我再请问原委会 不过我再继续问的是说 他还做了很多的其他假设是不是 他还做其他的假设也是相当保守的 他做哪些假设 除了搬迁以外 他假设了 吃的东西全部都是在这个污染区的食品 是不是 你认为发生核灾的时候 我们还会去继续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污染食品吗 据说在发生核灾以后 事实上就是说 我们也会有一些辐射的一个食物的一个检测 在这一方面 所以我们应该是尽量会避免 就是 原委会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如果发生核荣核的这些灾变的时候 他会不会对于食品的管理做一些监测工作 会不会 事实上就是说这一方面我们会进行那个食品方面辐射 我说这并不是我们是在讨论事情 换句话说WHO所订出来的 所做出来的一个报告 是在保守的一个前提之下所做出来的评估 那这些评估里面产生最大的风险在哪个地方 事实上他对于那个所谓的那个就是实体的一些癌症 在那个就是在那个 受灶女婴增加4% 对女婴是4% 增加最多的是甲状腺 不过最主要是甲状腺 因为它的 baseline比较低 它就是每100个人 就是将近有 甲状腺是不是因为要因此要靠吃点片来避免 甲状腺它对于避免那个点131的一个辐射 从医疗专业的观点 不同的癌症乳腺癌白血病甲状腺癌还有其他实体肿瘤 在治疗的能力上面 在我们的医学的专业的治疗能力上面 哪一些哪一个或哪一类是比较容易处理的 这个白血病目前在儿童的白血病 几乎是早期发现是可以Q 就是可以治愈的 因为这个已经是治愈最好的 那乳癌是看你发现的早晚 如果晚发现事实上是不太好 那甲状腺也是一样 要看你发现的早晚 但是如果说它已经是contaminated这些被污染区域的这些居民的话 因为这些人是需要长期政府会跟他做追踪 所以政府卫生署有没有这方面的 有 国监局有这个计划 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发生核心灾变 从医疗的专业来看 第一 这些评估的数字偏保守 对不对 偏保守 换句话说 真正如果说按照实际的运作状况 除非台湾产生chaotic 大家都不能动在那边 不然的话 这些数据本身是有点点保守的估计 但是WHO采取的一个态度说 虽然这样子我们还是要谨慎 要长期的观察 是不是这样子 第二个 从医学的角度来看 这些治疗并不是导致说好像是天崩地裂 它其实上是有办法透过追踪来做处理的 是不是这样子 早期发现 早期发现 是不是 那这样政府是不是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之下 有做好万全的 或者是周全的一种追踪 或者是检测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的准备 因为还没发生嘛 有没有这样 有没有做这样准备 是这个追踪的部分吗 就是你有没有做好预前 这种预先的准备计划 万一发生了 不管我们任何的一个核电厂 发生了这样的状况 我们开始对周边的人掌握住 然后去做追踪 做考核 有没有 当然刚刚发生的时候 我们最主要是要疏散 要医疗出 无疑疏散人 你比如说屏东好了 屏东的河山场如果发生问题 很多人是在 在那附近就在那边是游客 他并不是当地的居民 我第一先强调 安大家的心 这是社会的心 根据WHO的经验来显示 他没有那么 非常非常 这种让人说变成天崩地雷 但是我必须说一些背景是 我们人一生 产生癌症的几率 各式各样的癌症的几率大概多少 有没有百分之二十 应该没有这么高 有没有高 那多少 可能要看每一生 就是life expectancy 在整个生命里面 我们在整个生命周期里面 从事各样的各样 能面对的各式各样可能的癌症的几率是多少 有没有做过 我记得数字是百分之二十 各式各样 整个over time lifetime 就是我们有五分之一 是有各式各样的癌症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核辐射 就是正常的生活里面 就会有这一些癌症的这种 去查一下好吗 我给我一个数字 但是 你有没有听过那个 丹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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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加 美国的Clorado 丹佛 丹佛的Clorado 对不对 是 OK 它那个地方的 受到辐射量的这个 那个量剂啊 超过美国正常地区的量剂 他们也做过调查 虽然你高长期 照受比正常人啊 其他地区的这个核辐射量高啊 这个辐射量高啊 可是它得到癌症的几率 并没有增加 我觉得我们卫生署 我这样一谈起来 我也很担心啊 我们的卫生署 似乎对于很多这种 radiation的issue啊 是应该要做一个 好好的完整的研究 这不只是Fukushima的而已 刚刚谈到了 三里岛也好 Chernobyl也好 还有刚刚谈到 其他地区 受到核辐射的融合 核融合以后 他们当地的政府 一定有做过相关的健康调查报告 所以我这边建议 卫生署可不可以把 所有这些相关的核辐射的报告呢 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整理研究 从 Nakashima 从那个什么 广岛跟川 那个长期 我们事实上 今天物理学家 我们今天谈的核的问题 整个的经验值 最强烈的经验值来源 还是来自于 广岛跟 那个长期 把这个整个历史做 我们应该有 我们没有那种核 专门研究 核放射这些问题的 专家吗 我们有请教过 比较接近医学的 不过 这方面的专家 原能会比较 我说原能会 可是我们的医疗体系 应该也有 这样子的专家 我希望你们能够 把这个资料整理出来 然后 要做好 contingent plan 特别是像 河山厂 你一发生问题 绝对不是户籍当地的人 要被追踪考核 你要追踪的是 所有在附近的游客 他在当下 碰到了这样子的一个 radiation 所以 因为没有发生 但是我们必须要 做好计划 但是我也必须要强调 这个 再次强调 我所观察的数据显示 我们 不宜 过度担心 这样子的问题 我说要担心 但是说不要 要恐慌 没有必要去恐慌 因为刚刚你也提到了 相关的一些特定的癌症 是有办法 可以做 一个追踪 然后长期追踪的话 提早 及早治疗 我们不要因此而恐慌 那也不要把 这个是 这个是一种问题 就是说不要把 得到的癌症 就是 来自于 和如心的融合 因为 天然的环境之下 我们就会得癌症 所以这个 政府本身 要有必要做好 宣导的工作 我根本不是专家 可是我看了一些 一些报告以后 我就发觉 有这些问题存在 所以我希望这个 我们的这个卫生署 你要安人民的心 因为我们已经 不是核四的问题而已 今天是核一核二核三还在 所以你要赶紧做好 这样子的一个 准备的工作 好不好 那么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请一下 这个原能会跟台电好吗 好 请原能会 还有台电 周副主委 台电李总经理 不好意思啊 这个副主委 这个 请问一下 你好 请问一下 在福西马这个事情里面 还有一个问题 让我们很担心的 就是在核融 核如心这样子一个融化的过程里面 它必须要加以冷却 现在不是broken arrow的问题 不是断燃处置的问题 而是在这个处置的过程里面 你会产生很多很多污染的物质 包括水在内 像福西马的水 它的电厂的水 冷却了以后 那是污染水 那污染水 它必须建很多很多的这个除草 这个除草去存放 请问台电跟原能会 如果今天我们发生了 类似福西马福岛的这样子的一个 严重的事件 和融合事件的时候 如如心融合的事件的时候 我们被迫要用大量的水去冷却它 而产生外溢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有没有比较有效的方法 现在跟委员报告 第一个就是所谓 转燃处置措施 如果成功的话 那就没问题 对因为我们是一直保持它的冷却状况 那如果万一真的是有这个 辐射的水混出来 我们现在是要求台电公司要准备很多个这个储存槽 有吗 对 现在也在做评估的工作 因为我们也可能利用厂房的下 底层来处理这一部分的事情 你要底层你是要重新挖槽还是怎么样 没有 不用 没有 对 因为我看到福西马 它现在是建一个很多很多的地上槽在装水 它那因为量太大了 对 所以今天我请 我的问题是第一个 废水的把它绞固住 把它维持住 对不对 不要让它意外溢 第二个 怎么样把它清除污染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好不好 以上 好了 谢谢